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误解了我的意思 就是在上次演讲里面呢 谈到周时之主要是谈到我自己的一种状态 虽然周时之的理智对我们影响很大啊 但是我没有丝毫抱怨或者止热的意思 那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当时的演讲 就是我们依然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其实我跟周时到今天为止都是很好的朋友 他发展的也很顺利也很成功 在这里呢也正式祝贺周寿之啊 这个不希望周寿之看到一些误导的报道生气啊 不会的相信真朋友肯定不会 不我真的看到一些标题党说 周寿之给了我当头一棒 其实这有点掐头去尾 我完整的意思是表达的是说 周寿之的理智对我们影响很大 但是呢我们依然祝福 每一个跟我们一起共过世的同事 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切顺利发展得很好 而且呢有意长存 我 simple怎么样 让我们一起共过世的照片